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 我是Cassie 这是一个从17岁开始 命运就注定不平凡的女孩 命运让她在这一年遇到人生挚爱 也注定让她往后余生 都要活在公众的视线里 但女孩面对命运给予的一切 不仅全都欣然接受 并且用10年的时间 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 如今 她的丈夫是歌迷遍布全世界的天王 身价过亿 却对她忠心不二 婚后五年 至今宠妻如宝 她的一双儿女更被誉为含着金钥匙出生 女儿小周周五岁 便已经在老爸的宠溺下 拥有了价值千万的豪车 就连她自己 抛去丈夫带来的光环 也是实力过硬 婚后 她不仅没有失去自我 反而愈发活得热气腾腾 不仅创业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更在娱乐事业上混得风生水起 她的新电影《叱咤风云》 2021年1月15日上映后 想必又是一番大红大字 而拥有这一切的她 也不过是27周岁的年纪 这个女孩不是别人 正式嫁给周杰伦的昆琳 有人说昆琳是幸运的灰姑娘 如果没有周杰伦 何来这一切 也有人说昆琳本身就是公主 因为如果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周杰伦未必会看得上 但不管外界如何纷纷扰扰 很多人都记得周杰伦对这个女孩的评价 那就是她这样的女生谁见了不喜欢 能够让周杰伦说出这句话的姑娘到底如何 或许唯有真正了解昆琳 你才会明白 这个女孩不只是幸运的灰姑娘 也不是简单的甜心公主 而是真正的小说逆袭大女主 2010年周杰伦为歌曲《你好吗?》寻找MV女主角 现场来的漂亮女孩无数 但周杰伦始终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女主 直到一个眼睛大大 又面带羞涩的女孩过来后 周杰伦才露出少有的笑意 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昆琳 多年以后 已经成为周杰伦太太的昆琳 在提起跟周杰伦这一次见面时 她脸上依旧有少女般的激动 后来昆琳就经常坐在篮球场上 看周杰伦帅气地打篮球 偶尔也会跟着周杰伦一起看电影 只不过当时的两人 虽然内心对彼此都有好感 但谁也没有把关系挑破 终于 在两人再次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当昆琳被恐怖片吓得两手捂住眼睛时 周杰伦主动握住昆琳的手 两人的情意这才慢慢确定 在康熙来了 昆琳讲完自己跟周杰伦的第一次牵手经历后 蔡康永和小S问她 你跟周杰伦确定关系之后 有没有特别兴奋 回家就去跟闺蜜或者家人炫耀 老娘的男朋友名字叫周杰伦 昆琳却微笑着摇摇头 说道 我没有 我谁都没有说 因为那个时候 出于对自己和周杰伦的保护 两人关系必须保密 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或许在大众看来 能够跟周杰伦谈恋爱 已经是几辈子修来的幸运 但反过来 对于昆琳来讲 这样不能见光的爱情 谁又能说不是一种残忍 一个花季女孩 在本该享受爱情甜蜜的年纪 昆琳不仅没有一个公开的身份 就连跟周杰伦见面 也是如同上演谍战剧一样 做什么都要偷偷摸摸 当她的闺蜜们都在交流自己男朋友时 她什么都不能讲 更不能表现出自己有男朋友 因为她知道 一旦爱情曝光 瞬间就会在娱乐圈里掀起一股滔天巨浪 周杰伦的前任侯佩岑 曾经讲过 做周杰伦的女朋友的压力 她说 我觉得真的是会压力很大 然后想很多 也会如果有一些声音是不舒服的 你可能会受影响 最严重的时候 我真的都不敢见人 生怕大家议论我 就连在娱乐圈里的前辈都是如此 更何况是在刚刚出道的昆琳 所以彼时的昆琳 哪怕看到周杰伦在公开场合接受采访时 直言自己现在是单身 没有女朋友 她也都全接受 可即便两人这段感情 保密的已经不能再保密了 但终究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当狗仔拍到两人约会 尤其得知周杰伦新女友是昆琳之后 很快 这个单纯的女孩就被舆论淹没了 从资历到年龄 再到与历任前任女友做比较 昆琳听到的声音无一例外 都是说她配不上周杰伦 压力最大的时候 昆琳也几度崩溃 面对媒体的频频追问 她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没有就是撒谎 而昆琳真的不会撒谎 后来终于压力大到撑不住了 昆琳自己一个人离开 她决定去国外留学 临走的时候 她问周杰伦 我不也只是交了一个男朋友 我有什么错吗 周杰伦没有回答 却在昆琳离开的第三天 便追了过去 看到一脸坚定的周杰伦 那一刻昆琳哭了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可怜的周杰伦 更想象不到 这个男人会为了自己 千里迢迢追过来 希望她再坚持一下 可是正如昆琳所问的一样 她跟周杰伦交往 就真的错了吗 而那些一直嚷嚷着说 昆琳配不上周杰伦的人 就真的了解她吗 是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她 但却一昧地质疑她 用舆论攻击她 不是因为昆琳不好 而是他们把周杰伦当成了偶像 变成了精神世界里的神 但其实昆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 虽然她比周杰伦小14岁 但无比地成熟与稳重 昆琳出身世家 有中韩奥三国血统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血美人 小时候看过昆琳第一眼的人 都说她像极了童话公主 只是 即便是出身在十丽雄厚的家族 昆琳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三岁那年父母离婚后 她便跟着爸爸生活 昆琳说自己不缺爱 因为家里的其他人 都给了她自己很多爱 但她却非常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 甚至长大后 就把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当成自己的梦想 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昆琳 外表精致如羊娃娃 却一点都不娇气 她说话柔声细语 做事体贴稳重 远比一般同龄的女孩更细腻 她是长在城堡里的公主 却在爸爸的带领下 早已看过世界风景 长成了一个见识丰富的姑娘 她多才多艺 兴趣广泛 会打篮球 会滑雪 也会冲浪 可以说跟这个样的姑娘在一起 你永远都会有新鲜感 同时在待人接物上 昆琳周到又细腻 她总会第一时间 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是第一个让周杰伦 感觉相处不累的姑娘 跟昆琳在一起 整个人都是放松的 除此之外 昆琳动手能力超强 会烹饪美食 也会打理家务 这样的女孩 不仅周杰伦喜欢 就连周杰伦妈妈 也是非常喜欢 看到这样的昆琳 我们或许就会明白 为何周杰伦会说 谁遇到这样的女孩 会不喜欢呢 的确 一个长得漂亮 又热爱生活 还如此体贴细腻的姑娘 谁遇见了 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爱情吧 终于 在2014年 悄悄恋爱四年之后 周杰伦终于公开了这段恋情 正如他曾经说过 未来公开恋情时 一定是想跟对方 有成家的想法 他终于找到了 自己未来的伴侣 并且希望跟这个姑娘结婚生子 这个姑娘就是昆琳 2015年 在英国古堡里 周杰伦为昆琳 举办了一场世纪梦幻婚礼 两人的这场婚礼温馨浪漫 堪称是满足了很多女生 对婚礼的想象 这一年 周杰伦35岁 昆琳21岁 有人说 当其他女生在21岁 还在迷茫的时候 昆琳已经嫁给了 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成了耀眼的天王嫂 但令人们羡慕的 还不止如此 很快 昆琳便生下女儿小周周 再次让周杰伦实现人生转变 她从顾家好老公 变成了超级奶爸 两年后 昆琳又为周杰伦 生下二胎儿子 从此一儿一女 好自成双 从幸福娇妻到二胎妈妈 当这些人生大事都完成的时候 昆琳才24岁 一切可以说都是刚刚好 余下的时间 昆琳便开始完善自己 她曾说过 很多人提起我 都会说我是周杰伦的太太 但其实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的 因为一个家庭 不能总是让另一半单着 这样她会很累 很多人看到昆琳 都觉得她是个柔弱娇羞的女孩 让男人一看就很有保护欲 殊不知 这个姑娘工作起来真的很拼 为了再不影响照顾孩子的情况工作 一边化妆 一边抱娃 对于昆琳来说 早已是家常便饭 生完女儿不到三个月 她便赶着去参加时装周 看似着急复出 但其实不想放弃机会 最拼的时候 就连周杰伦都有点心疼 那是剖腹产生完儿子不久 昆琳得知电影《摩天营旧》里 有一个打女的角色 硬是坐着轮椅拍了面试视频 后来她开咖啡店 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自己操刀装修和设计 这是无巨细的架势 一看就是真正的老板娘 除了有自己的公司之外 她还拍了八部电影 四部电视剧 期间还穿插上了很多综艺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她的演技还有很大空间提高 但这种拼搏的劲头 真的很令人敬佩 很多人都曾问过昆琳 周杰伦那么能挣钱 你作为二胎妈妈 为何不安心在家里相夫教子呢 昆琳的回答是 因为我觉得要好好当小孩子的榜样 不能让孩子长大后觉得 只有爸爸是要演的 我也想做一个让孩子骄傲的妈妈 最难得的是 做到今天这一切 昆琳依旧很低调 除了偶尔在网上晒晒自己的日常生活 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物质生活 看她晒出的日常 要么是给家里人做饭 晒晒美食 要么就是分享自己动手 给孩子做手工 做衣服 从2010年相爱到现在 周杰伦和昆琳已经走过了10年 2021年是他们即将奔赴的第11个年头 但看到两人的婚姻状态 不得不说还是一如既往的甜蜜 甚至有歌迷调侃 周董自从结婚之后 感觉新歌出的是一次比一次慢了 但秀恩爱却是一次比一次狠了 逢年过节 庆生 庆祝结婚纪念日也就罢了 这些常规操作 大家屡见不鲜 但大家最惊讶的 莫过于周董是见缝插针的秀啊 老婆去参加时装周 周董跟过去 哪怕是坐在旁边打瞌睡 也要坚持陪老婆看完 老婆去参加综艺录制 周董也过去 站在旁边看着老婆拍 老婆出演电影 最近这四部 她写了四次主题曲 并且身体力行地给老婆宣传 被歌迷调侃 比自己出专辑还积极 甚至就连周董自己开演唱会 也会打个飞滴 赶着去跟老婆会合 哪怕第二天 她再飞回来 除了探班 支持老婆事业之外 周董日常的情话 才更是舔死人不偿命 老婆发个自拍 她直呼美 老婆秀个风景 她夸漂亮 老婆问哪里有王子 她为了回应老婆 大冷天也拍个自拍 直言 你的王子在大冷天给你拍照片 谁能想到 昔日里高冷的周杰伦 如今变成宠妻狂魔 40岁操作无人机高空示爱 没事带着老婆打篮球 顺便还要秀秀女儿 小周周 看到这样的相处日常 大概谁都会羡慕 昆琳的幸福吧 但从当年的幸运女孩 到今天的耀眼天王嫂 昆琳得到今天这一切 除了幸运之余 也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